台中武器一间露天资源回收厂 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火警 疑似是堆放在外面的大量的塑胶物品起火燃烧 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团团的农烟就这样直窜天际 就连距离40公里远的苗栗院里都可以看见农烟 而这场大火足足烧了19个小时 造成海线地区空污严重 环保局今天上午前往稽查 包括了火烧 塑胶 燃烧产生的空污 现场消防废水等等 蓝箱罚款加起来最重可罚800万元 红色火蛇夹杂浓密黑烟直窜天际 好几十个货柜陷入火海 消防人员不水现灌旧 但火势太大不断扩大延烧 团团黑烟连远在40公里外的苗栗院里都能看见 货柜屋里面堆放了很多的塑胶粒 还有那个宝特瓶这些可燃物 然后燃烧之后温度会相当的高 所以我们在抢救上比较困难 空拍镜头或是集中在户外的资源回收场中间 货柜狭长 水线难以拉近 加上现场堆积大量的易燃物 塑胶物品 导致这场大火足足烧了19个小时 这也让海线地区天空染黑 空污严重 臭味弥漫 环保局要开罚 空气有没有 那个很高兴 很高兴 到那个立庄网路三部空间中 才会把10万到500万 像黑水造出来一些灰渣的东西 影响到水菜水到3万到300万 隔天一早环保局前往稽查 火势没有波及旁边厂房 初步调查 疑似是放在户外的塑胶里起火燃烧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真正起火原因 还要理清 记得潘信王瞬炫 台中报道